北明有声 在自己的身后 诚哥脱下自己的外套 披在了女鬼身上 对女鬼说出了温暖 而感人的话语 诚哥就这么和女鬼 聊起了天来 我的身体压在一起了 很冷 我没办法抱住自己 你在哪 我可以去找你吗 我能够帮你吗 诚哥是真的准备 去帮助对方 这楼内至少还隐藏着 一起凶伤案 我的头 被放在后背上 手臂折断在一起 双腿都在第二层 她以前很讨厌我 直到挥动菜刀的时候 她才笑了起来 她说自己 终于找到了 厌世证女孩身上的优点 她很少那样夸赞我的 她说我很瘦 很娇小 很好藏 那一天 她对我说了很多 都是平常不曾说的话 诚哥能听出身边的声音在打颤 你说的那个人 她现在还在这栋楼里吗 她搬出去了 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 诚哥轻轻拽了一下依旧 那你想不想再见她一面 我觉得你应该会有很多话想要跟她说 毕竟是她让你浑身冰凉 感觉不到温暖 我 诚哥扶着墙壁缓缓站起 没事 我会帮你 我一定会帮你的 如果她没有离开寒假 一周之内 我会把她带来 等你见过她之后 我可以带你去一个更温暖的地方 女人没有回答 诚哥也不着急 现在 我要多了一个必须要活下去的理由 万一你留着吧 我会回来的 诚哥迈开脚步正要往上走 身后再次想起了那个女人的声音 不要再往前走了 你回不来的 回不来 为什么 因为十三层上面 是十四层 一件外衣被塞入诚哥的手中 阴寒潮湿的感觉缓缓消散 诚哥抓紧手中的外衣 他想告诉我什么 江源小区的居民楼没有十四层 十三层上面 应该是十五层 但是他却说十三层上面 是十四层 也就是说 十四层其实存在 已经走到了这里 诚哥是绝对不合后退的 他知道自己距离真相已经很近了 诚哥内心没数台阶数 来到了十三层 这一层很安静 就和普通的小区楼道一样 没有任何异常 脉步前往十四层 乘哥走到一半的时候 鼻尖微动 他闻到了一股饭香 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菜 但大脑似乎在一瞬间就判断出来 这是一股饭香 就像是烙印在记忆深处的一样 是从十四层飘来的 有人在做饭 一步一步向上 不知是因为体力消耗过大 还是精神太过疲惫 整个感觉十三层到十四层中间的台阶格外的多 明明树木和其他楼层一样 台脚次数也一样 但却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他的指尖落下 原本光滑的墙面上出现了干裂的墙皮 楼道里似乎也多了很多的杂物 周围的一切都给诚哥带来一种 近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他机械般地重复着台腿落下的动作 闻着那股饭香 终于来到了十四层 在他刚刚站稳的时候 走廊里门轴转动 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一扇铁门被打开 随后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走廊伸出船来 诚哥回家了 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 诚哥大脑一片空白 他猛地转身面对走廊 这个男人的声音他听了二十几年 这一句回家了 他从小到大不知听了多少遍 他已经将这个声音记在了心底 刻在了自己的骨头上 饭已经做好了 你刚上楼 你妈就听见你脚步声了 整个指甲弯进了肉里 慢慢地抬起手臂 抓住了猛眼的黑布 他想要看一眼 他从来没有如此想睁开眼睛 抓着黑布的手越来越用力 他手背上浮现出了条条金黑色的血管 第一次一个人上学感觉怎么样啊 别的小朋友都有人接送啊 没人欺负你吧 交到朋友了吗 你性格这么像我 不应该不受欢迎啊 洗手洗手洗手 别乐高 一句句话从走廊深处传出 直到门主再次转动 铁门关上 那个男人的声音消失了 走廊里陆续响起了其他人的声音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新搬来的那家人啥毛病啊 天天半夜等孩子睡着了以后就出去 怪不得他家孩子天天做噩梦呢 你们有没有听见 他家白天屋子里全都是笑声 晚上全都是哭声 小孩子一个人在屋里不害怕吗 更古怪的是 我今天亲眼看见他们一家三口白天出去的 怎么晚上屋子里还有小孩在哭啊 对了 我发现一件事 新搬来那一家不是大人有问题 是那个小孩有问题 我亲眼看见 有个新海什么医院的医生过来给那个孩子治病 你们可不要让自己孩子跟他在一起玩 怎么感觉被医生治疗过以后啊 那孩子病得更肿了 你们知道吗 那个小孩白天把自己做的噩梦给父母讲 晚上父母不在家 他怕那些噩梦给自己引子讲 吓死个人呢 那不对啊 他白天黑夜都不睡 什么时候做的噩梦 那小孩讲的是真梦吗 哎呦 你别吓唬我 算了 反正他们也快要搬走了 再忍几天 搬走 啊 听说是去西角 孩子父母要去一个乐园工作 耳边的声音慢慢消散 诚哥仍旧站在原地 他的手还抓着猛眼的黑布 过了好一会儿 诚哥才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只记得那些美好的东西 邻居们说的这些 我大多已经忘记 不过其中有几个关键点 需要注意一下 在我很小的时候 接触过一位 从新海医院来的医生 也就是从被他治疗过后 我开始给自己的影子 讲述噩梦 我的影子 应该是从那个时候 变得奇怪 一切的关键 是那个医生 医生是从新海过来的 被阻止的医院 就在新海和寒江中间 这是一个巧合吗 诚哥站在十四楼 默默地转过身去 背对着那条 发出各种声音的走廊 他抓着黑布的手慢慢用力 最后将有一点湿润的黑布取向 此时他的双眼依旧紧闭着 我很想睁开眼睛就看到你们 但我知道这不可能 诚哥没有回头 承哥没有回头 扶着墙壁 继续向上走去 你们曾把你们的一切给了我 现在 我就用我的一切 去找到你们 漆黑的楼道里 诚哥的背影和昔日有些不同 十五层 十六层 十七层 整个心里默数着台阶数 他知道自己现在来到了十七层 也就是理论上这栋楼的顶层 不过 他却没有急着睁开眼睛 十四层本不存在 但是那个身体冰冷的女孩 却说十三层上 是十四层 这栋楼本来有十七层 如果加上多出来的十四层 总共 应该有十八层 就像十八层地狱一样 诚哥说完 摸着墙壁挪动脚步 很快 他的斜肩就触碰到了往上走的台阶 果然还有第十八层 抬脚在落下 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但是对现在的诚哥来说 却有些吃力 他感觉脑袋昏沉沉的 甚至好像压着很多东西 明明中还有一股力量 想要把它往回拖转